这里不是说话谈事情的地方 公司附近有个咖啡厅 那里的咖啡很不错 爸 去那里等着我吧 好 好 其实刚才我也就是让他们两个 吓唬一下柴秘书 并没有让他们真正做什么 但柴秘书毕竟还是个女孩子 你等一下替我向他道个歉 再安抚一下他 他才刚已离开公寓 柴媛媛已经换好了一身衣服 从卫浴室里走了出来 你要离开公司还是要搬家 我要搬家 这个月的工资也不要了 财务也不见得给 没错 沈总 我就是想要离开公司了 不过并不是沈总您想的那样 我并不是因为这件事要离开公司的 是我觉得我在公司待的时候太长了 也没什么新鲜感了 想换个新的职业尝试一下 今天的事真是抱歉了 虽然我已经说了不会再关沈氏的事 但你毕竟在我手底下做事多年 我会和财务他们说把你这个月的工资结清 令找到新工作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我送沈总下楼吧 不用 我自己就行了 这怎么行 沈总再怎么说也是我的老板 来我这里连口水也没喝上就算了 走的时候我再不送一下 岂不是太没有礼貌了 让沈总见笑了 这里快拆迁了 灯泡坏了也时尚没有人修理 沈丁北并没说什么 迈着长腿就开始下台阶 直到前面的沈丁北停下来 柴秘书柴元怨这才猛地惊醒过来 当看到沈丁北用一种 讳莫如深的眼神盯着自己看时 他一时真的有些紧张